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若剔除今日互盘将军大金融的成交额之外,恐怕会少之又少,因此,对于当前的市场依旧处于弱势整理过程中,此处短期内重心若依旧不能出现上移,则不排除向下变盘的可能。 创业板指,截止今日收盘,创业板指数于1450点附近震荡整理,几近一周左右的时间,因此,短期内此处面临的环境较为复杂,变盘的可能性不断加大。 因此,操作上,下周一一旦出现低开跌破1435点附近,则不排除继续向下,回探前期低点可能。 从盘面上看,个股活跃度明显增强,近期操作最经典的战役,就是布局新疆耗源和神物节能。 添加老马微信mky6806的朋友都知道,德新交易是8月17号提醒抄底的,截至目前收获48%,让关注了老马的朋友们,都抓住了这波利润。 老马也是替大,加开心,8月9号分享的超频3和8月13号分享的汇金和G5个交易日,分别出现两个涨停。 这就是添加老马微信mky6806的好处。 操作上,当前市场板块持续性不强,使市场人气迟迟,不能恢复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诸如昨日表现相对较强的高科技类行业板块,今日悉数呈现调整,短期内部分指标已经出现顿化迹象,因此操作上,还需多加留意,切勿盲目追高紧帮有多情形的出现。 而今日市场最为亮眼的行业板块主要以银行、保险、证券、石油为主,此类板块大多作为复盘的主力军,往往在市场极度弱势,需要维稳的行情中会有阶段性表现。 而对于中长期投资方面,医药行业短期内可操作性较差,暂时还应以持续跟踪为主。 北京博星证券投股认为,今日市场的上涨,主要是由于权重股的带动,市场G5G等高科技板块后并没有出现新的主线,因此,当前还应谨慎对待每一次上涨,不排除会出现有多的可能。 毕竟今日市场再度呈现缩量态势,成交额尽千亿有余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